設計我們這個單元的主題是情境設計 好 那比方說這裡頭有一個小小的短文 你再把它寫一下 這個是短文 好 那在這個短文當中 我們要來練習擴寫 所以他說 請將下列影文的內涵跟情境 好 內涵圈起來則是內容 情境則就是當時的時間跟空間 哦 這兩個不能改哦 就是說他的文章內容是什麼 就是什麼 那情境就是當時的氛圍 你把它渲染一下 哦 好 再把它寫上去叫渲染 好 把它寫成一個長的文章 那這篇小短文在這邊 他說有一次我跟朋友相約 朋友遲到了 我卻怎麼樣 不會難耐不安 就通常如果你同學 遲到你最大的忍耐限度 是可以讓他遲到多久 哦 好 比方說老師可能是一個很愛遲到的人 所以我都希望我的朋友可以忍耐我 差不多半小時 哈哈 好 所以我看這篇文章 老師非常有感 我說 才晚半小時還好吧 又不是要搭飛機對不對 所以 看這篇文章我就是都會覺得說 每個人的遲到 遲到的時候 以後我就把這篇文章給我的朋友 其實遲到的時候你就看白雲嘛 體諒一下吳以良 就比較晚到這樣 他說有一次我與朋友相約 朋友遲到了 我卻不會難耐不安 因為這個時候我欣賞白雲的變化 讓我獲得無比的樂趣 好 請問你重點在哪裡 答對了 怎麼這麼厲害 來第一個 白雲的變化 第二個 無窮的樂趣 就是你要從這裡去做發揮 好不好 我們先把它畫起來 所以他這裡就講說 這一段文字雖然很短 可是看雲還有獲得樂趣是兩個很大的重點 所以不瞞各位說 老師現在真的也很喜歡看雲朵 因為我們上次不是講 就是老師的這個窗戶 遠望過去 就全部都是白雲 每天都在這個飄忽自如的變化 好 所以他這裡他就講說 你要掌握到第一個看雲 還有第二個獲得樂趣 好 是這篇文章的重點 好 所以我們就來看一下 他怎麼樣把它擴寫成一個新的文章 好 那這裡頭你把它寫上去 這裡他就擴寫 要掌握這幾個重點 第一個 一定要看雲 好 那第二個一定是要獲得樂趣 你不可以寫一寫 最後寫說 看雲真的是無聊死了 這樣你就是離題了 好不好 他說偶然得知的趣味 他說一次難耐的等待時刻 跟朋友相約 但是他卻遲到了 不見依人方宗 可能是因為塞車受阻而晚到 現在的台北市 塞車遲到 彷彿是被默許的 嘿 其實我也都是用這個理由 我說我沒有搭到上一班公車啦 其實因為睡過頭 哈哈 好 那誰沒有過這個不愉快的經驗呢 就是在等人對不對 你在把想 就是約好了 又有人遲到 喔 真的很沒有時間觀念 好 但我心中不知道已經咒罵他多少遍了 天啊 我的朋友該不會就這樣吧 好 艷陽下我平平試汗看著表 多希望時間可以趕快跳過這一段 就是他在等待朋友 好 那接下來偶一抬眼 這個偶你可以圈起來 表示是偶然 也是他要擴寫的一個什麼 就是他要往下擴寫嘛 所以他一定要加上一個這個 轉折 好 就是 因為他接下來要往下寫一個 長一點的文章 所以他用了一個這個 我們所謂的副詞吧 偶然間抬眼 卻看見了藍天中聚合不定的白雲 老師真的認真說 在講這篇文章之前 老師以前一樣也是在書桌看 這個寫文章的時候 那我的書桌是一個 當時老師在高雄 然後我的書桌是一個壓克力板 那有一天的那個雲朵 就這樣子飄過去在我的窗前 然後那個雲朵就壓印在那個 壓克力板上面 老師就因此而寫了一首短詩 因為我覺得那個雲印在 那個壓克力板上 好像是一個明信片 所以我就把它寫成了一個短詩 好 印象很深刻 所以我覺得雲朵 確實是可以帶來很多想像跟變化 比方說以前老師 兩年前的今天在重慶 然後呢 藉由這幾天的回顧兩年前的事情 我就發覺每次我搭飛機的時候 我看的都是雲朵 我就想說這一朵雲朵 會不會是從哪個城市飄過來的這樣 所以我覺得看雲確實可以得到蠻多趣味的 所以他這裡他就講說 雖然朋友遲到了 他說有多久沒有這樣好好的看雲了 對不對 每天我們都在趕路 還有請問你 為什麼你都沒有抬頭看雲 給你猜 你都在低頭看什麼 說老師我都在低頭看書本 沒有啦 大多的行人現在都是低頭看手機 所以他就講說好久沒有這樣好好看雲了 仔細看其實雲朵呢 不盡然是純白的 有透著光亮的 好 這裡老師要問一下大家 好 答對的有25塊的獎學金 請問你 銀白 灰白 跟柔白 他在這邊呢 運用到我們上一次寫作課的時候 講的寫作技巧 就是你我們說 我所知道的康喬那篇文章對不對 那寫有春色處有家印 有家印處有春色 他裡面老實講了要有空間 還有一個就是寫景色 一定要加上什麼東西 你看這裡也是 兩個字 排比 好是排比嗎 好排隊啊 這句話有排比 但是你再看一下哦 就是銀白 灰白跟柔白 我們那時候講寫景物的時候 一定要加上什麼東西 除了空間之外 老實畫的銀色的框 綠色的框框 是一個提示 有沒有人知道答案 答對了有25塊哦 就是這三個 綠色的框框 顏色答對了 對我們這裡先把它寫上去哦 其實指的就是色彩 是的 有沒有印象老實曾經講過 幾篇文章哦 你寫的時候 一定要用到色彩 那特別是寫動物 警物 只要是物品 一定要有色彩的呈現 你的文章才會比較繽紛哦 那所以 張愛玲就這麼提示我嘛 其實色彩跟音樂是最重要的哦 那接下來 你看哦 他說呢 天空中的雲朵有銀白色的 灰白色的 跟柔白色的 看雲朵飄移 在過程中被風吹的 屍層履 到無影無蹤 好 各位可能很少看雲 你看我們現在多諷刺 既然連看雲朵 我們都還要用電腦看 你等一下走出去就可以看雲朵了哦 但是因為你現在沒辦法走出去 我們可以稍微看一下 比方說 好 這個就是棉花糖般的雲朵哦 好對不對 這個是高積雲 好 那還有比方說 像這樣子的哦 好 或者是很空靈的 只有一片哦 好像柳絮一樣 那當然也有像這個 捷克與魔豆般的哦 好 咦 好不好我們看一下台東的雲 好不好 花冬的雲 你看永遠像藍天碧海 然後呢晴空萬里 雲朵呢 非常的綿密哦 好 或是 清晨的這個花冬縱骨 對不對 哇你看 疫情穩定之後 你就可以去玩玩看 這樣哦 所以其實雲朵他其實是千變萬化哦 好 那我們接下來往下看哦 他就說那個雲朵哦 被風吹成絲成縷 甚至無影無蹤 好或者是在一座山頭上追到前面一座 山的雲變成另外一個姿態 好 千變萬化令人著迷 好 他說如果山的特色是恆定不雲 好 白雲的妙處就在於固定成形吧 好啦 哦 終於朋友來了 哈哈 他等待的難耐不安 好我們這一圈起來 也在片刻看雲間的樂趣中 當然無存 就是說他本來在生氣 可是因為在看雲嘛 所以他心情就開始變好 本來那個生氣的感覺 現在也沒有了 好 余塞就問你哦 你是否也有過這樣偶然在生活中發現 樂趣的經驗 一次偶然得知的趣味 好 圈起來 請問你這個趣味是什麼 A 看雲 B 喝飲料 哈哈 答案是A啦 看雲好不好 竟是我快樂良久的關鍵 好 所以你看哦 這個文章沒有很困難 包括我們等一下要寫的 對我們半小時後 要休息囉 然後就又要寫作囉 你要記得一個重點 來 第一個 再寫一次 阻止不可以離開 你的軸線要確定好 第二個 你可以渲染一些情節 但是不可以太誇張 哦 好不好 我們先掌握這兩個重點 第一個阻止不可以偏離 那你可以渲染一下情節 就是加油添醋 這個是可以的 但是阻止呢 不偏離 好 比方說他寫的是看雲 那你就不可以偏離看雲 這一個 這個這個事情